哈啰大家好,我是止峰 又到了我们的MLB周报时间 因此也要为大家回顾一下上周的赛况 还有联盟与球员的状况更新资讯 一样的也会大家回顾一下旅美球员 亚洲球员和百踏球员的表现 另外这周要和大家透过数据聊聊的球队 就让我们看看两支寄前并没有太过被看好 可以闯进季后赛 但是目前脚出来的战机 确实有机会来竞争季后赛的球队 天使和海盗 到底有没有能力拼战到最后呢?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 如果你还没看过我先前的系列影片 赶快点击右上角观看 正在观看着你 也要记得帮我订阅、分享加开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接下来的球员故事和棒球资讯哦 一样,先让我们从上周的赛况回顾开始 首先5月6号到5月9号 我个人觉得这几天最值得提及的记录 就是白袜单局的11分夸张成绩 还有勾底的单场三响炮 尤其是后者哦 似乎年纪在他身上没有留下太多痕迹 奇怪,怎么每年都是巅峰的感觉啊 再来5月10号到5月12号这三天的比赛 玛琳德索勒单场双翔炮飞得很远耶 加起来总共901英尺 真的很夸张耶 虽然说这也是因为在响尾色主场啦 本来就是很容易飞得很远的球场 但是你能写上这样的记录也是很不容易的哦 另外不少球员也是写下个人的心理层碑 包括今年刚归队的海贼王 转队再来的V中年 还有权神留下的449级纪录 都是很不容易的成绩哦 而上周的最佳球员奖 则是由红化的吉田正向 和勇士的Sean Murphy拿下 前者我真是蛮常聊到他的 包括前几天我还做了一部影片讲说 为什么他本季可以摆脱大低潮再次角出好成绩 欢迎点击右上角观看回顾 后者本季的吉球品质保持得很理想 不客气来讲 就是最顶尖的打击品质 虽然汇空率你说略高一点点 所以吞了联盟平均左右三阵数 但是不要忘了 因为他具有不错的长达实力和吉球品质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都是不太值得在意 那他除了打击 而且他在蹲补方面 也可以说是很顶尖哦 朋友下一代攻守兼备的捕手味道哦 再来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目前各分区战机美联的部分呢 在本周排名的部分没有太大的变动 只有老虎把守护者挤下去 变成分区第二 但美联东区依旧是最恐怖的 分区垫底的洋机 都一度要成为美中的第一名了 而且目前美联外卡前市民 正好就是美东的这四支球队 就知道这个分区有多么激烈了哦 国联的部分排名上也仅仅只有一个变动 就是大多会跌落到分区第四名 改为废城人慢慢攀升上来 而本周战机持续下滩海盗 因为之前的战机够好 出金够多 所以暂时还是维持在第一名的位置 但我想应该是维持不了太久了 再来本周又从数据层面来 和大家聊聊的球队状况 和未来走向的球队 将和大家聊到的是天使和海盗 这两个季初没有太被看好 却角出不差的开机表现 首先先看到美联天使 本季的打击成绩 其实团队个人打击率 并没有太突出的人 但是上累率觉得不差 而且团队的打击成绩 本周可以看到 我把排名联盟排到前十名的数据 都用红色标出来 倒数十名用红色标出来 这样也可以看出来 天使的团队 其实在安打案上的一部分 表现的并不差 都是联盟的前端成绩 甚至全力打数也不少 个人成绩的部分 几位主力打者 也都不错打击成绩 比较可惜的是 菜鸟重炮捕手 Oh Happy 本级报休 让团队的火力下降了不少 影响颇大的哦 在打击进阶数据的部分 可以看到天使团队在力量上 绝对是联盟前端的成绩 尤其是好球带内的球入挥棒 也很果断积极 但跑壘和捕手手背上 真是不太理想 尤其是商人正宗 蹲步表现最好的菜鸟捕手 对天使本来后方的防线 实际更加不堪 另外Runfo 我觉得值得注意哦 虽然有不错的力量 但可能因为仰角的问题 常常不是拉太高 就是打到球的上缘 变成滚地球居多 导致它的XW OBA明显偏低 可是因为它更偏向 TTO打者的形态 这点我觉得可以 稍微安心一点点 就算下修成绩 也不会修太多 那XW OBA呢 之前我做过影片介绍 欢迎点击右上角观看 而TTO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打者主要打击结果 是山正宝松和权威大 也就是说 守备员基本上就像这个配角一样 身份哦 那本机看起来 要找回身手的明星3A手Rundon 在Barrell比率上 是比较不及格一点 但是因为仰角坚固好 虽然还是有不差的WOBA和XWOBA 如果后续状况再慢慢提升 Barrell比率再拉高 可能成绩会更加理想 也就能回到巅峰的表现 让天使的打线更加难缠 至于Barrell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因为Barrell表示 打者打出去的击球角度和初速 都是在最佳的击球点 根据统计 这个状态的击球 有高达8成会形成暗打 投手的部分呢 今年天使战绩了大幅度的涨进 最大关键因素就是牛棚 本机牛棚整体的表现真的不差哦 人质的部分呢 大谷和Sandva 稳定的扛起1-2号先发的重任 那其余的投手也都搅出 及格的吃局数能力 加上本季无论的中阶者 还是布局投手上 整队都有很不错 而且很稳定的表现 让人很安心 也因此让天使 不再是过去一直上演 被疯狂翻盘的局面 在进阶数据的部分呢 从下档数据 在联盟前10名 就不难看出天使的牛棚 本季有多理想 而且两位胜利组的牛棚 本季面对的局面压力 其实并不小哦 你看到PLI这个数据 数字越大 代表他面对的场面压力是越大的 也意味着他们是有能力扛起这样的重任 相信之后几位主力打者 先发和牛棚陆续从伤兵名单中归队 本季天使要拼抢外卡 甚至分区第一重返旗游战 不会再次遥不可及 国联的部分 就让我们看到目前 暂时还在分区第一的海盗 一样是一支 本季上雷域做着很好的球队 而且在速度战上面 可以说是全联盟玩得最彻底的一队 本季海盗打线整体来讲 虽然打几率并不突出 但能稳定创造上雷机会 再加上浮以盗雷战术 加上中心棒次也有不错的强大实力存在 也就是海盗本季打击实力不俗的关键 间接数据的部分 不得不称赞一下海盗的选球能力和本类版几率 不会过度追打坏球的表现 只输给到齐 从All Comte这个数据就可以看出来 也就是为什么它能有高上雷率的追打关键因素 而且正宗主力打者的击球品质也都不算太差 完全体现出为什么海盗本季攻击方面 是联盟中前段班的关键 当然这也跟他们4月份遇到的对手 大部分比较多是后段班 也有一些关系 投手的部分本季海盗目前个人投球成绩都只能算中规中矩 但是因为大家都中规中矩 加起来整个团队反而不少成绩是联盟前段班的 但是保送数偏高这个问题 也会是海盗未来赛程越来越不轻松下比较大的隐忧 进阶数据方面 本季海盗牛棚目前也是很稳定 shut down 和没有down 都是联盟最前段班的成绩 守护者Betner不只是不太会被打出barrel 面对场面的强度也是很强的 而且球路又能用对手积极的粗棒 进行创造不少追打坏球的可能性 而轮值投手的部分 Keller身为海盗本季的王牌 被棘球品质也是控制的很不错 也因此本季可以交出一个不差的成绩 但总归来讲 海盗前面的赛程真的很轻松 这个月开始遇到一些前段班的球队 就逐渐现出原型 加上还有好几位主力打字和投手都还在养伤 我觉得倒是可以让他们好好养伤 不要为了战绩而急着归队 毕竟海盗自己应该也很清楚自己的定位 本季就不是来竞争季后赛的 不如就让之前年轻球员好好的适应大联盟 并且让主力好好养伤 等未来农场大丰收的时候 再来好好的一瓶高下 接着让我们看到旅美球员的部分 陈胜平本周的打击状况 依然没有太过理想 现阶段来看可能要从回归本类版的纪律 从好好做好选择要攻击的球路开始 并且确实的击球才能把表现慢慢拉伸 李浩宇本周的球团让他有不少休息的机会 但是有上场的三场比赛中都有敲出安打 只是怎么重新把自己原本的选球能力找回来 并且赶快让自己的汇帮速度回到过去几年的状况 才能把场打 这次慢慢打出来 正宗则本周的打击表现没有太大的起伏 依然维持的不差 但是本周最值得夸奖他的地方 就是本类版的几率做得很好 有效的选球让自己的伤领率大大提高 加上本来就不错的脚程也能创造垒包的推进 可以说基本盘维持的很理想 而投手的部分 邓凯卫本周完成两场先发 其中第一场角出4局无安打的好表现 第二场则是4.2局丢3分2分则失 控球上虽然有出现保送 但没有太多而影响到自己 是目前最值得称赞的地方 另外用球数已经慢慢拉伸到745球 下周也许就可以看到他的头漫无局了 刘志荣本周两场先发 第一场7局无安打精彩表现 第二场5.1局只被打3安打丢2分 前三局也是无安打 就像我说过他stuff就是很好 只要你敢丢进去 其实就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保送数我觉得还是稍微偏高一点点 是比较需要持续努力改善的地方 本周用球数有来到91球 基本上已经可以说是完全进入 正场先发登板的头球长度了 陈柏玉本周一样有两场先发 第一场3.1局就丢了5次的保送 真的很不理想 好在第二场就有回问 6局没有保送 但是被打出5次安打丢2分 搅出优质先发的好表现 用球数的来到88球 也算是进入正场先发投手的投球模式了 而玉米林玉米本周 目前只有先发一场 3.2局投球只被打1只安打 失掉1分 但是也送出了8次3只能的超进残彩表现 用球数来到了69球 应该还需要在一两场才能拉长成 先发投手的正规投球模式和局数 其他的投手群 潘文辉本周中继上场一次 3局的投球中生涯首次掉分 被打2只安打失掉1分 这场的状况其实比较没有那么理想 没有3阵1次保送 但是整体表现还是可以说是维持得很不错的 用球数36球 接下来会怎么养成 可能需要看看球团对他下一场比赛的调度和规划了 那其余几位目前能然尚未正式的开季 再来两位台义达者的表现 扣兵卡罗一上浴 从完先发就马上开轰 但是其实这周整体打起表现来讲 只能说是平均作用 和受伤前的火烫表现有一点点差距 Fail trial本周上的机会就少了不少 在这7打数中有2只安打 表现还剩下几个 亚洲球员的部分 打者的部分 大骨小饼本周还是稍微比较没有那么火烫 但是其实整体打起成绩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还有一巴的拳内打 几天阵上在去了亚太燃大之后 连续安打就中断了 而且那边连续两场亚太燃打 接下来回到波士顿 就看到他们再次把打击表现提升了 金合成本周其实打得算不错 但是以偏高的生争数来讲就是比较大的问题 再来裴志环本周陷入蛮大的低潮 中间一度出现很长的亚太燃大状况 而林木城也本周也陷入状况蛮低潮的 从公务员打击表现变成偶尤家座 这样的表现肯定是不及格的 投走部分大骨强品本周虽然投满七局 角速优质先发 但是最近连续场次频繁挨轰的问题有点严重 蛮需要注意的喔 打笔就有本周两场先发 都能脚出优质先发的好表现 千而晃大在经过球团强制休息一段时间之后 终于再次登板 本周先发两场 第一场脚出6局50分的优质先发 但是第二场就有5局痛失5分还挨了一发拳一打 也难怪球童会考虑说 是不是该让他采取日本的投球模式会比较好了 至于腾浪近太郎 本周上场三次 前两场的状况惨不忍睹 到了第三次才终于较出2.1局50分的表现 状况不理想 确实是球团很苦恼的一件事情 橘子雄心 本周先发一场 6.1局50分 优质先发 再来本周联盟消息的部分 大联盟宣布 明年开幕战海外赛将在南韩举行 会由教师安到齐在靖赫城前东家陪震英雄的主场 高尺天空巨弹举行 那球员消息的部分呢 本周的伤兵中 最头痛的应该就是太空人了 在原本的人质深度上 就已经因为伤兵 变得没有那么足够的情况下 现在真的更加的不妙 国联的部分 费城仁伤了本季最稳定的牛慌脱手之一 大概是球队最不乐见的一件事情 而本周其余的球员消息部分呢 其中光芒签下一名做牛补强 另外红蛙启动一笔小脚椅 后来又因为伤兵归队就把他给跌飞 最后看到百大新秀目前的表现 这个礼拜阿巴瑞斯表现开始慢慢升温 也让期待他对线天赋的时候 是否知道了 而接下来这四位 Volpi其实状况有维持住 虽然说帐面成绩并不佳 但是至少已经有打出联盟平均的水准 其余三位这周的状况就需要再加把进了 虽然说几球品质也不算太差 但是还需要转换为帐面成绩 才能真正帮助到球队 再来 Josh Young这周是先入小低潮中 至于Vargas可能就还需要努力提升自己的打击实力 才能创造更多的上场机会 接着Natew本周有点冷下来 Vimmer只是虽然偶有杂住 但是打击表现不是太过稳定 也是需要持续努力让自己更加适应 最后这四位百搭后端打者 红花菜鸟陆续陷入低潮中 也经线影响到红花的战绩 而太空人这都给了Dias不少上场机会 但他的打击表现本来说是不太理想 百搭投手部分呢 Rodriguez本周5.2局只是2分 算是很及格的稳定表现 不让本周4.1局就丢了4分 在太空人先发确认手的情况下 他可能真的要赶快找回开季的好身手 才能帮助到这家球队 运动家我就不想讲了 整个球队都烂到初期 另外上周刚开枪的稻奇菜鸟投手Stone 那场投完之后就下去了 香尾球的Ford 状况就是依然不太理想 主要来自于他爱红率偏高的问题 是急需改善的 守护的Bybee 本周的表现也不是太理想 而随手Miller则是持续角速6局50分的 优质先发好表现 那以上就是这次的MLB棒球周报 本周其实整体的战绩排名没有太大的变化 而本周聊到天使甚至有可能就会咬住这样的位置 甚至慢慢往上挑战 至于另外一对海盗可能就准备要被打回原形了 不知道你们的看法有没有一样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哦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也要记得订阅分享加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最新影片哦 我是子风 我们下次见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也请记得订阅按赞 加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第一时间的最新资讯哦 还是希望我有点点 segreg variations 待会之前 到处了